今天是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BNO港人移民英国后 进推两难的矛盾心态 我们会透过两个事例带大家看一看 这帮黄友明明因为讨厌香港而离开 但偏偏又坚持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虽然有英国的投票权 但竟然担心投票会影响日后回香港 昨天4月25日 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Vote for Hong Kong 发表了一份民意调查报告 他们分析了1220名而英港人的政治意向 报告说计划永久定居的而英港人 大多数都是强烈认同香港人身份 有六成即大概720人的受访者认为 英国应该打击中国政府 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海外监视 超过一半的人认为 英国政府应该制裁所谓侵害人权的内地 和香港官员 这份报告解释 大概有76%的受访者 是BNO签证的主申请人 他们大多数人移民的原因 是认为香港政治环境急剧恶化 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实施 是促使他们离开香港的关键因素 当中有九成人只是去了英国一至三年 报告还提到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希望保留香港人身份 他们又认为有些事在香港做不到 即是抹黑香港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 可以看得到 他们是抱着有一种被迫移民的心态 所以很多人便不开心 较早前 英国港桥协会曾经做了一份 疑英港人心理健康调查报告 发现了接近一半的疑英港人 有明显的抑鬱症和焦虑症 其实那群黄友明明去到他们口中的自由空气国道 为什么反而不开心了呢 报告显示 原来除了要面临生活、工作、歧视 融入困难等等的因素外 放不下政治执念 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之前都说过很多很多次 很多BNO黄友根本心态上 一直都没有调整过来 他们没有办法可以忘记香港 而投入外国的生活 在新闻报道都不时会见得到 不少疑英黄友 还经常关注香港发生什么事 其中有吃手足人血饭头 靠货金维持生计的黄圈名人 也有黄圈低层的虾兵蟹象 这班人经常说要在海外继续为香港抗争 打所谓的国际线 包括上街示威 游说外国政府制裁 港府官员等等 甚至有些人说要将抗争理想 传到土生土长的第二代 说得好听的就叫做理想 说真的 只不过是散播一种不知所谓的执念和仇恨 看回过去几十年 香港各个时代移民海外的人 大多数都是抱着对新生活的期盼 可能有人为了要寻食 有人为了追求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有些人为了子女的教育机会等等 近年移民的港人 相当一部分都是抱着政治难民的心态出走 亦有不少人是放弃在香港 拥有高薪厚职 结果去到外国初陀岁月一事无成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而他们还执着要光复心中所为的香港 那不就是拿着一条绳 拦住自己的颈 拦到呼不出气 所以他们吹捧的英国自由空气 这班人其实连呼吸都呼吸不到 因为内心永远都有一道枷锁 将自己困死了 怎会有自由呢 我们再举一个有关BNO港人参加选举的例子 英国港人组织Fall for Hong Kong 在7月24日在英国国会公布民意调查结果 他们就说超过有八成的受访者 在即将举行的英国大选中是有投票权的 还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登记了做选民 这个组织就透露了 为了方便英国候选人的政綱 能够回应到香港人的诉求 所以就起草了一份承诺书和立场伸述问卷 邀请候选人签署承诺 表明会支援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 在英国免于恐惧地行使公民权利和自由 囚委刘家文就说 他们联络了各个政党总部 各党派未有反对承诺书 会交由候选人决定是否要填写 已经有超过20个候选人表示 他们会签署承诺书 有关名单将会在6月公布 这个组织鼓动已英BNO港人在大选投票 目的就是希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 影响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进一步去推动制裁香港 在海外黄营延续所谓国际线的一种新玩法 有班流亡英国的黄圈政棍 一直都认为BNO港人起码有十几万张选票 如果大家齐心协力 就可以令到参选的英国政客 信应他们的立场 对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 采取强硬的态度 BNO港人因为具有英联邦公民身份 有权在选举中投票 而英国政府近年大量吸纳这班人 自然想将他们 纳入英国选举的制度中 这样就可以加强他们的认同感 对于部分的英国政客来说 虽然未必是关注中国的议题 但如果能够吸新的票员 提高胜选机会 那当然是制得过 最开心的当然就是这班BNO港人 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是不属英国政治 但有份投票 可以过一下民主引 应该都会挺积极 不过实情又未必是这样 据Voke for Hong Kong所说 因为不少BNO港人担心 现在香港已经有了23条立法 如果在英国投票 23条会否影响到我们 从这班人的心态 至少证明了两件事 首先香港的国安条例具有域外效力 对海外黄友也绝对是有震懾力和阻吓力 令到他们只要做和政治有关的事 都难免觉得疑虑 不敢走得太前 另外也都再次证明了 很多的BNO港人 就算移了民 做了英国的选民 都没有打算和香港彻底割席 他们都是考虑着可能未来还要回香港 担心自己在英国的行为 会对日后回港构成影响 所以说这班人的心态 根本就是进退两难 明知现实中的英国 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好 心里面又眷暖香港 但又要强迫自己在英国继续挨世界 连投票都要怕撑死 这些就是他们的自由空气 不要真的罢了 今天的今日焦点到这里 我们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